正耶穌教的信仰 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将来的永生 很多生命当中 神给我们的恩典都是附加的价值 我们今天基督徒人生 有两个很大的重要的两件事情 我们请参考提摩泰 我们看这个提摩泰前书的第四章 请看第四章 我们来看第十六节 提摩泰前书的第四章 来看第十六节 提摩泰前书的第十六节 你要阴请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要在这世上横行 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 又能救听你的人 人生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其他来到世上 都是附加的价值 第一件 救自己进到独救的地步 第二个 引导人进到独救的地步 所以将来神都要问我们 你有没有传过福音给别人 我们自己在一生里面 有没有常常把自己带到得救的状态 一生当中你究竟救了多少人 我想如果我们的人生 如果把握这两件大事 两件都做完了 那我们问心无愧 两条死心做栓那条我们的开架 所以今天信仰啊 就像保罗所说的 信仰就像保罗说的 奔跑不是无定向 就是在做我们的没有方法的 斗拳不是打空气 跟同情我们的打空气 我们虽然失去了与世界的享受 我们来到这边来参加我们的圣餐礼 那你到底要得什么 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目标 都是明确的 我们就是为了持定永生 所以今天不是信主就好 要信 要信到真的信仰 既然要信就要信到得救的地步 如果今天将来我们是不能得救的 那我们坐在这边不是在浪费时间吗 不是臣父和主啊的人都可以得救 没有知情天父自己是不能够进去的 所以不是来教会就好 如果心没有来拜神也是往来 不要用奉献来取代聚会 一切万物都是神的 神要的是你的心 而不是只是物质而已 礼物无法打通神 我们为什么奉献能够得神悦纳 因为钱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神要的不是我们奉献的金钱 可是背后要的是你那一颗心 那同样今天不是来领受圣餐就好 今天没有好好的反省悔改 我们很容易在圣餐的聚会来得罪神 先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 哥林多前书我们请看第十一章 哥林多前书我们请看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我们来看三十三节 三十三节 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 所以我弟兄们 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 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 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 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 当时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 轻视了这个圣餐 以为是一般的爱餐的领受 所以他们受到了很大的管教 有人越吃越软弱 有人吃了生病 甚至食的也不少 所以圣餐的聚会我们是来得恩典 我们不要在聚会里面让神去纪念我们的罪 其实每一次在办圣餐都很紧张 紧张的不是面对人群的紧张 而是在面对神的这件事情 会不会因为办酒 会不会因为办酒 传到当酒 办圣餐自己变谁变 虽然我们一年都有两次的圣餐礼 我们要看中每一次的圣餐 每个聚会当中 被神取罪 我们为什么要领受圣餐 我们在西教里提到 因为是主要书亲自示范的 而且吩咐我们一定要遵行 跟得救有绝对的关系 那圣餐的意义第二个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二十五节 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来看二十五节 哥林多前书血玉状 你逝不接 我首先来谈我们领受圣餐的意义就是 与主立心约 我过去还在北区的时候 刚刚有一个资深的传道就问我们所有的传道人 他说信徒问他 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比较好 他说信徒问啊 请问传道领受圣餐零几次才有他的功效 信徒问春土亮相机夹白的信徒也有说 春秋季如果又到别的教会再领一次会怎么样 春季休息两百两校以后 我们就佩健教父两百 如果春秋季我只能领一次 那缺了一次会怎么样 那两百切缺一百两百 如果用领受的次数这个很难解释 那说明回到这个圣餐的根本是什么 从这边提到这个碑是用主的所立的信约 所以有个传道就提出来圣餐是与主立约 这个信约不是指着过去没有完全新的 而是重申了过去的约到现在是没有改变的 他讲过去的约到立下没有改变的 他抢到这个约是从来不改变的 他讲约是没有改变的 接着每一次的立约重复的确定 保证他对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 所以当我们的说圣餐是主用他的生命 用他的血跟我们立约 一再一再的重复 他的爱不改变 他的爱不会改变 他的信心不会改变 所以为什么要读圣经 圣经有两个组成 旧约跟新约 强调的约是什么 我们今天就是与主就是借着约来联系那个关系的 洗礼之约 借着洗礼我们与神立约 借着洗礼应该就落心里约 借着洗礼的与主有份 借着洗礼与主生命连结 他是建立在约的关系 只要我们的生命不向神被约 我们的主永远是守约师慈爱的神 我们主的约是千古不变的 我记得在正道中我有提到 如果你去查考应许圣灵 应许查考应许的神灵 从约翼书所记载的 从约翼书所说的 一直到使徒的教会 圣灵降临的时候 经到使徒教会神灵下来之下 彼得起来讲第一篇的步道 引用的第一个经纪是约翼书所记载的 彼得所说的葡萄 在这间约是约翼书所说的 神的人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人 所以距离当时大概有六到八百年 但是应许圣灵到现在还在 我们在前几天还有人说圣灵 你看神的应许千古不变 我们爱一个人能够爱一百年就不简单 但是主的爱千古不变 主要所以永远就不会变 这个约好像什么 这就是一个感受 穿透约才感受 好像一个太太问她的先生 先生啊那三个字你好久没有讲 这个先生就装傻 哪三个字啊 后来太太受不了 就是我爱你啊 我讲啦 结果那一天我不是说了吗 后来没有跟你讲 我不爱你代表我的爱是一直持续的 但是太太要的是什么 你最好每天说 让我很安全 我都觉得你的爱是不改变的 有时候在办圣章 我有这样的感受 每当感觉主好像给我们的答案不够确定的时候 一次的圣餐 听了一百年道理 哇重新又被主的爱给记忆了 重新问主耶稣的记忆 听到别人生命的见证 想到过去一路走来是怎么走过来的 又想到神的慈爱 原来是这么的 所以我们在每一次你说圣餐 我们要感受到主一再一次的保证 他的爱是爱到底的 立约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是两方的事情 是两方的事情 我们买屋 买屋 买屋都要立契约 买屋就要立契约 彼此定 彼此在这个约的保障是什么 不是单一的 是双方的 所以神用他的应许跟我们立约 用他的生命跟我们立约 用他的圣苗让我们立约 我们待会要领受圣餐 你要跟神立什么约 他的生命都摆上了 你今天为主耶稣摆上什么 当你待会拿到圣餐的时候 当你末到的时候 你心中想的是什么 主耶稣这么爱你 你的一辈子还是这么样的自私 从来不会想到自己 从来不会想到主 想到福音 想到软弱的弟兄姐妹 那你在此刻你要跟主耶稣立什么约 所以不是每一次你说圣餐 哎呦 领了就算了 那你要怎么跟主立约 很期待这样的观念放在我们的心上 一直到后面的祷告 期待我们都能够与主来立约 期待我们都能够与主来立约 这个立约之后 立约会结束不是结束 那立约以后 你们安復的结束不是什么呢 是约落实在生活过程的开始 所以圣诞的第一个就是与主立约 那第二个就是纪念主耶稣的死 主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 主耶稣永远来到这个世界 耶稣的目的就是为了牺牲 为了流血 因为全天下的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只有创造的主宰 祂是没有罪的 所以圣经特别记载 耶稣不是诞生 而是降生 强调祂是没有罪的 借着死来拜会长死去的魔鬼 所以我们看见了整个圣经 我们可以用荆棘来思考 主耶稣救恩 在创世纪我们知道人犯罪的时候 地上有一个记号叫做地长出荆棘 这个荆棘代表了咒诅代表了罪 荆棘代表酬酥代表嘴 我们看到神像摩西第一次显现 在活影的荆棘之中 代表人 不满在这个荆棘最后的环境里面 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受这个苦难 所以在摩西的整个一生的观念 我们的主灾在哪里 不是在那个荆棘的宝座上吗 我们来看圣病期 摩西他认为主周在哪里 我们请看《圣病记》来看33章 来看第十六节 生命纪的三十三章来看第十六节 十六节得定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 并住在荆棘中丧祖的喜悦 这个摩西特别提到 我们的祖是住在荆棘中的 这个荆棘是代表做祖的 但是我们的祖愿意与人同寿 所以耶稣道成肉身 主荆棘是带在祂的头上 代表着祂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祂的头上 代表到所有的念的罪拱到去挑哪装 所以常常要感念祖的恩典 想能够激励我们热心来为主而活 我想到自己在考神学院的那一年 很多人问我 传道你怎么会想报考神学院 你是从小立志的吗 不瞒各位 我报考神学院是一天的决定 我会想自己的人生 我从小一出生 或在一个比较贫穷的家庭 我家是抓鱼的 我父亲告诉我 从小以后这个鱼船是要交给你的 我到国中打工跟爸爸出海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将来的人生会是怎么样 我出生开始有意思会讲话 我是一个严重口气的孩子 我决定嘲笑我 你小时候太可爱了 你每次在讲话讲第二句话的时候 你的右脚要抬得很高 往下一踏 第二句话才可以出来 他怎么想 这个人怎么会去当传道去 我觉得有一次在神学院 第一次安排 这个实习讲道 在领会结束之后 我在座位置的祷告 我哭得稀里哗啦 我说主啊 这是一个口气的孩子讲出得到吗 我说这不是我讲的 我不断地感谢神 那我为什么说 我是在最后一天才决定要报考 我们在我们这一届是第二次征召 在这一届是第二次征召 记得报名截止是在8月15号 那时候我知道这个消息已经是8月份啦 在这校司会下的8月份啦 我住在花东 所以有东南区 推荐我要去报考 大陆花东区所有东南区退行的是 这的安排真的非常的奇妙 我刚好前一份工作离职的时间 就是7月31号 8月1号我就在家里面 那后来没有想到 传道因为下午有一场商礼 想说按电铃看这个清零再不在 我吓一跳怎么会有人这个时候按电铃 后来打开门 是当时注目这个传道是 我那时候在北部 是五层吻传道 他第一句要跟我讲 感谢主你在家里 小游小礼请你帮忙奉读圣经 还有这次总会已经推荐你去报考神学院 我心里面有很多问号 什么发生什么事情 后来那场商礼让我思考人生结局 我还是当中去应征工作 应征回来突然下大雨 我出了车祸 我说奇怪到底这出戏到底演到哪里去 那过不久就接到我妈妈的电话 他说东部你的外婆已经病危赶快回来 那时候已经是8月12号的事情 于是我就开车到台东的马切医院 一打开车门看见我的表哥是传道人 很高兴 哇你回来报考神学院啊 我一头雾水 后来照顾两天 我开始思想人生结局 8月14号回到家 我的爸爸看到我 第一句话 孩子你不要再逃避了 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跟我约谈了两个小时 跟我约谈了两个小时 你这次要不要报考神学院 我没有讲话 到晚上的时候 安排表 那个报名神学院的报名表 我爸爸从家会放到我的书桌上 我心动非常的纠结 不是报考要准备的吗 怎么这么突然 难道神真的要拣选我这个人吗 心中非常的抗拒 我说主啊如果不是请你不要让我通过 后来就开始审查 通过了教会的审查 通过教会的审查 教会的审查 一直到有一次在准备考试的期间 我就翻到了以赛亚书的53章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以赛亚书我们来看53章 以赛亚书的53章 我们从第二章来看到第六章 以赛亚书53章的第二章到第六章 以赛亚书我们去赛亚书 第六章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 像根出于干地 他无家心美容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有无美貌 所以我们羡慕他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都说痛苦 经常忧患 被人藐视 好像烟面不堪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曾经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鞭伤 我们得意志 我们都如仰走 你一个人偏行几路 耶和华时 我们众人的罪 都归在他的身上 我再一次准备考试 我无意间一翻 我觉得这是中间 一翻翻到以赛亚书53章 不是觉得这几个志愿 就吸引着我 我独到以赛亚的眼泪 夺眶而出 心中有一个声音 不断的责备我 主耶稣为你 钉在十字架上 你到底在一生当中 你为主耶稣做什么 心中这种责备 一直在我心中 不断的责备我 我感受到我的灵 是很忧伤的 那个忧伤是一个呼唤 主耶稣就为他的生命摆上 我还是不断的 为我的未来来着想 我总是想到自己 我当中非常的难过 我就大哭一场 这个灵里面的 感受非常的强烈 当下过去祷告 圣灵非常的充满 我一共有两次的经验 在当中的心境完全改变 从不愿意到愿意 主啊我真的愿意 你这么爱我 如果今年考不上 我明年还要再考 考到圣经不要我为止 我觉得主耶稣不简单 一个这么自私的人 他却能够改变我们的心境 所以主耶稣的死 一直在我的心上 主耶稣的死 的死竟动的性贯毒 他成为我的力量 更成为我的力量 更成为的事奉的动力 所以我们今天要常常 带着耶稣的死 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 耶稣的生命来 那么你说圣灵 那个很重要就是 跟得救有关 我们请参考这个约翰福音 来看第六章 约翰福音的第六章 约翰福音请看第六章 约翰福音的第六章 第六章来看五十三到五十六节 五十三节耶稣说 我现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此我肉和我血的人 就有永生 在末日我要加他复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此我肉和我血的人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我们为什么要领受圣灿 这边提到 领受耶稣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像什么 好像我们像姐妹 在擦教会的花一样 有时候这个花一擦 三到五天它就掉泄了 因为擦花的时候 把它的根给剪断了 所以花的生命是一个现象 三到五天它就掉泄了 三到五天就掉泄了 所以人的生命也是一样 我们的生命是根神隔绝的 所以我们的生命 七八十年过了 我们就会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血就是生命 主耶稣要把生命给我们 所以我们领受圣灿 我们与主的生命能够连结 我们将来就有复活的盼望 那更重要从五十五到五十六节 提到领受主耶稣的血 主耶稣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在主耶稣里面 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 是连结在一起的 所以主耶稣才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资子 主耶稣说我们要放葡萄树 你到的资子 那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 那是这些生命的共同体 当这个葡萄结始累累的时候 葡萄通往结束了在那里 这个葡萄在承受重担 葡萄就要清晰和重担 但是它落在哪里 落在葡萄树上 这个落到葡萄树当下 我们只想到这边都觉得 哇 主的爱太大了 不要以为我们在事工里面 我们独自在承受 不要以为我们在事工里面 我们独自在承受 你不要以为我们在遇到患难病痛 主耶稣的冷心让我们受苦 我们赐党的都度凡然 亚树的年线 所以我们要受苦 我们生命所有的重担 它是连到这个葡萄树上的 我们的重担就成为主耶稣的重担 主耶稣知道我们担不起的 他才宣告老虎担 重担人可以到我的面前来 所以我们在灵受圣餐 我们要想 我们跟主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 主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 人的心好像一个房子一样 你的信心在这里不共用 如果里面很脏很臭很乱 你要怎么请这么圣洁的主住在你的里面 主进来做也不是赞也不是堂也不是 为什么很多人圣灵无法充满的原因 我们里面不干净 去圣经才说 不要让神的圣灵来担忧 我们聚会的时候 主耶稣在我们里面 回到家庭生活 主耶稣在里面 当你进到你的职场 当主耶稣在里面 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主耶稣在里面 你在想什么 你在做什么 主耶稣都知道 我说想一想 主耶稣你在我里面住得到底快不快乐 这就是我们要立志的 既然圣餐这么重要 我们要怎么去领受 回头来看 格林多前书十一章 福西特侃 格林多前书 血迹章 第十一章 我们一起来看二十七节 血迹章 你血七阶 格林多前书的 第十一章来看二十七节 格林多前书 血迹章 你血七阶 所以无论何人 不按理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 生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省茶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 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这边提到说 我们要按理来领受 当然从字面来看 按着真理来领受 从此面说 按着真理来领受 当我们连属基督 我们理当领受 所以还没有在 真耶稣教会受洗的 还没有连结在 这个葡萄树上的 我们先暂且不要领受 如果今天 我们已经犯了 很严重的罪 反动殃存的罪 我们自己心中不平安 信管无平安 良心有亏欠 良心有欠 我们不要勉强来领受 但是我们不要 无故不领受圣餐 主耶稣的爱这么大 祂要进到我们的里面 虽然可能有一些过犯 我们要立志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不要在同样的罪里面 一直为这个罪来悔改 悔改之后就把它抛弃 更重要我们要归向神 我常常佩服很多 不能领圣餐的丢姐妹 却参加圣餐礼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大的勇气 我们愿意面对自己 来面对神 万一我们面对自己 跟面对神 我们有阵子北区在 讨论自食的罪 跟不自于食的罪 那当然圣经里面 有自食的罪没有错 但是从圣经的这一段经文里面 这记得在约翰书的第五章 约翰书的第五章 十三到十七节 他在这一段并没有定义什么叫做 自食的罪 其实如果注意看这个原文叫 自于这个原文提到是一个朝向 不断的往那个方向在走 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很清楚的看见 什么叫做自于食的罪 就是不断的朝向犯罪的路在走 圣经说这样的人不要替他祷告 他本身不悔改 你干嘛替他祷告 那不自于食的罪 就是我们不再朝向这个犯罪的路在走 我们愿意转个方向来归向神 这是神所喜悦的 也是神所期待的 我总认为活着就是机会 所以耶稣才说去吧不要再犯罪 所以我们今天要勇敢的 来面对自己来面对信仰 逃得过一时却逃不过永远 不如现在我们正式来面对 我们与主的关系 那第二个要省查 所以在领受之前一定要省查 或许有些人会说 传道理你没事啊 在提到圣经要悔改 我实在想不到我要悔改什么 我聚会跑第一 入道者我带最多 圣经我赌十遍以上 奉献我都超过十分之一 传道请问我要悔改什么 传道要悔改什么 要小心不要进到法律塞人的质疑里面 我们常常大罪不犯但小罪不断 罪的定义不一定的 我们要回到圣经 我们来看雅各书提到的两个层面的罪 我觉得雅各书谈的罪是最深入的 我们来看第一种罪是什么 请看雅各书的第四章 来看十七节 雅各书四章的第十七节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什么叫做罪 当你知道该做你却做不到 我可以安息地聚会的 但是我却不做 我应该十分之一的 但是我做不到 我应该要爱人的我爱不下去 我应当劳俗释放人 我释放不出来 该做不做就是罪 如果这个定义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太多的罪要悔改 第二个层面的罪 雅各书的第一章 第十四节 雅各书一章十四十五节 十四节 个人被试探了 是被自己的私益迁移诱惑的 私益戒怀的胎就生出罪来 罪起长成就生出死来 什么叫做罪 曾经一个青年问我 传道请问一类二类三类本类 到底哪一类是罪 我说圣经没有这样说 我就请他看这段经文 什么叫做罪 事与怀态就是罪 当你冲击的时候就在罪里面 所以当你的想法一进来 罪的已经开始了 一直到没有机会就完成了 所以圣经说 恨弟兄就是杀人 我虽然没有亲手杀他 你的里面是恨他的 看见妇人就动一面 就与他犯奸淫 所以圣经讲的是 私益怀态就是罪 所以今天神对我们的要求很高 要么在思想当中不要来犯罪 罗阳时代犯了两个层面的罪 第一个 地上的罪恶很大 第二个 思想的竞斗是恶 很多的罪我们不敢做 但很多的罪是你想过的 如果事与怀态也是罪 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有更多的励志 所以在圣餐里我们要从思想 我们求主耶稣来保守我们 更能够在这个领受圣餐的同时 真正深深思考与主的关系 更重要我们要来立志 我们最后来看一段经文 请看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 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 提摩太前书体流章 我们一起来读 从第十一节读到第十二节 许一节导旋尼皆 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十一到第十二节 提摩太前书体流章 许一节导旋尼皆 十一节请读 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 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你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 辞定永生 你为此被招 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我看这段圣经会让自己又再一次的 回想自己的身份跟价值 所以保罗提醒天摩太说 你这属神的人 保罗提醒天摩太说 你属心的人 我们今天能不能在许多的选择 许多的思考 能够把这句话放在里面 你是属神的人 你就有所为有所不为 一个属神人必须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逃避 所以从十一节的后中半端提到要逃避这些事 就提到了前面的贪心 提到的忌度纷争 祈祷的至高 祈祷的试探 所以这个试探不是借着你胜过的 必须借过逃避 逃避就是往回走不再回头 除了消极的逃避我们要积极的追求 所以今天我们在信仰生活就是不断的积极追求 但你今天亲近神一点 我们就追求神的事情 你今天亲近神好寸好 寸到那些有追求好多 我今天祖母的教会常常看到晚上的九人数几只小猫 几乎没有孩子在参加晚间的聚会 我说今天你不带孩子亲近神 就是亲近魔鬼 亲近世界了 今天我带你亲近神的父母亲 是一个真正懂得敬畏神的父母亲 会看重追求这个事情 不要看聚会只是一个小时 这一少成多 他来多听一点 他的行为长时间就改变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立志成为书生的人 要有所逃避 要有所追求 第十二节位 真道打美好的仗 持定永生你为此被造 哇 也是读到这一段非常地震撼 尝到这一段非常地震撼 保罗说持定永生你为这个事情被造 保罗说持定永生你为此事被造 我过去在大园 他们说要定主题 他就在台园 听到主题 我看每次坐美宫那个弟兄讲 哎呀要做主题要重新做 就在做到持定的 你已经就在上去 那弟兄的名字也叫永生 我说这样好啦 我只要注目几年题目都不改好不好 我只要注目几年题目都不改好不好 哇 传道你最懂我 传道你最懂我 我不仅最懂你 我要跟你讲我要定什么主题啊 不仅在懂你 让你讲的题目 就你的名字啊 就你的名字 就持定永生 持定永生 他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所以那两年大园 我就定持定永生 亲自坐海 包括一个大镜头 人生的镜头一定要立下去 这个镜头的方向就是往永生 这个永生定了之后 开始定定你人生的小方向 但是每个镜头都要往永生来前进 然后我们都婚礼的选择 我们理财的观念 我们对孩子的教育 我们家庭的经营 所有所有都往永生的方向 所以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属神的人 我们是为了永生被主耶稣所造的 尽管我们独揽落 圣经说主的拣选从来没有后悔 神经王耶税的拣选没有后悔 他对我们的爱从来不后悔 他对我们的爱从来不后悔 我们应该借着奔跑永生 来回报主耶稣的爱 那就是一个永生在 抗到耶税的爱当面 你现在就准备来祝谢 你后来供下来祝谢 这是一个无效饼 是透过面粉借着水 烤而成的 用面粉拉水批出来 品的信心 这是主耶稣的示范 也是要我们命令遵行 品的信心要让亚税的示范 应该到准央的 待会祝谢之后 凌花成为主耶稣的肉 因为主耶稣只有一个 一个圣体 待会经过传道人跟长子剥饼之后 每一块剥的饼代表一个信徒 代表一个家庭 它的精神是 我们是同属在一个饼里面 我们要立志过的肢体的生活 彼此需要 彼此感觉 让这个关东乔教会 充满一个爱的教会 让以这关东乔教会 充满以这欧的教会 我们一起来祝谢 同心跪下 祝祂祝祈祈祷 哈利路亚 奉主耶稣圣明 祝谢吴笑饼 临花成为主耶稣你的肉 主啊 我们大大来感谢主耶稣激动 我们从这几晚的步道会 以及长子传络的勉励 我们再次深深来感谢主耶稣你的大爱 如果不是透过你 我们真的找不到一个道路 能够通往父那里去 我们更没有真理 我们更没有生命 主啊 我们的肉体是尘土而造 我们的灵魂是个罪人 我们已当接受的是将来最公义的刑罚 我们的结局是地狱 但你爱我们世人 你在两千多年前 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 就是来拯救我们 要成为我们的道路 借着你的牺牲 你打破你的身体 让我们得到这一条天国的路径 主啊 我们何得何能 成为主你的儿女 我们何其荣幸 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恩典 我们此刻感到非常的惭愧 我们原本是不配的 我们是如此的软弱的 但是主的爱 却是这么样的大的丰盛 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 我们借着圣餐 也透过刚刚分享的道理 我们那次思想 主你的爱 你借着圣餐 再次与我们立新约 是再次的重生 重复的保证 你对我们的爱 是爱到底的爱 你的信实 你的公义 你将来天国的预备 是永远不改变的 求主来兼顾 来帮助我们 让每个弟兄姐妹 领受之后 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能够在你里面 跟求主来帮助我们 成为我们的力量 更能够成为我们的盼望 主啊 我们带着感恩的心 我们最后愿将 这一切的尊贵 荣耀 全病 都归于主你的圣名 愿主你的恩典 你的福气 能够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至到永远 阿里路亚 所以在这边 有很重要的几个提醒 这些是我们 与主备约的事情 我们要非常的谨慎 我们来看 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 使徒行传请看 第十五章 我们一起来读 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使徒行传十五章 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使徒行传十五章 你却八到二十九节 二十八节请读 圣灵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 不将别的重担 放在你们身上 我有几件事 是不可少的 就是境界偶像的物 和血 并勒食的牲畜 和坚淫 这几件你们 若能自己境界不犯 就好了 愿你们平安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大家动从业的提醒 这是针对外邦信仰之后 有几个特别要遵守的规定 对外邦信仰以后 遵守的规定 经过了整个会议之后 所定的结论 所以二十八节说 圣灵和当时使徒他们的定义 那第一个 境界界偶像的物 还有血 还有热食的牲畜 还有脱石的牲畜 那到底这个部分 我们要怎么守呢 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则 第一个 只要是记过的 不可以吃 只要是血不可以吃 只要是热食的就不可吃 那第二个 第二个 我们怀疑这个可能是记过的 我们怀疑这个可能是吃到血了 我们怀疑这个是热食的 只要是怀疑就不要吃 第三个 因为别人良心的缘故 我们认为可能不是 可是他的良心 觉得好像这个 觉得说 哇你软弱了 去碰这个不该碰的 但是 他为别人良心的缘故 我们也不该碰的 因为 他为别人良心的缘故 我们也不该碰的 有一个传道这么说 他的传道娘跟他讲 最近七八月 你千万不要到外面吃 外面都是拜过的 你不可以吃 要自己煮 我会出一家煮 传道就跟他说 我们如果两个人出去 我可以吃 你不可以吃 因为我的良心告诉我 我不认为这是拜过的 那你认为已经是拜过的 那你就不要吃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三个 只要你确定 这事你就不能吃 第二个 只要怀疑就不要吃 只要怀疑就不要吃 但是很多时候 为他人的良心缘故 我们宁可不吃 只要这三个原则抓住 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事情 我们心中是平安的 那三条事件 做成的 就有一次性就会平安 这事件就是坚硬的事情 所以夫妻不能分房 也不能够忍战太久 当然有些工作外出 那是另当别论 我们要谨慎 不要给魔鬼留下地步 但有些状况 我们自己不明 欢迎来找教会的传道跟掌植 那我们能够针对真理 我们来调整自己 所以我们真理不变 一夫一妻子 一男一女 一生一世 这个是我们真理的原则 很多人说 哎呀这个时代都什么时代的 我们要得救 就要照圣经 所以我们教会的真理 绝对不会改变 因为耶稣说 他就是真理 他说了就算了 所以我们要谨守 所以我们来唱诗 咱们来